什么对方一遇到问题就选择沉默,直接选择摆烂,什么话都不说,什么都不做,很多时候你想去沟通,去交流,去解决问题,但是对方却直接选择沉默,这种情况真的会让人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了,让对方觉得太累了才会这样,但事实上,想要沟通,想要表达情绪这样的诉求在亲密关系里面彼此之间是没有错的,因为在关系里面,你才是想要解决问题的那一方,而他呢,是只顾着自己的舒服, 顺其自然的态度对待这段关系,有的人可能觉得这种沉默,代表着无力,代表着不知所措,代表着无可奈何,看上去是一种冷暴力的手段,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,这种沉默恰恰是一种反抗和攻击的方式,也许对方是回避形依恋,虽然他好像没有生气,但他的这种沉默就是在无视你所有的情感表达和情感需求,他在用一种被动示弱的方式来告诉你,你是加害者,而他是受害者,在心理学上,无视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关系, 否定,否定你的表达,否定你的感受,否定你的行为,这从本质上都是在否定你这个人全部的价值,他每次都不想要跟你争,这说明在他心里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值得沟通,甚至他不想跟你沟通,也不懈跟你沟通,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指责, 那这种沉默的态度会给亲历关系带来多大的伤害,一个人最大的需求就是被看见的需求,我们都需要对方来看见我们的喜怒哀乐,来看见我们对爱的需求,被看见才有存在感,才有安全感,才有可能幸福, 吵架本身并不会让人绝望,哪怕他反对你的观点,控诉你的问题,跟你争个对错,哪怕他情绪非常上头,说出了一些伤人的话,这些都不会让人绝望,虽然你们的情绪波动非常大,但本质上你们还是在进行一种交流, 你们能够看到对方的不满,也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心情,但选择沉默的人呢,你和他摆事实,讲道理,他不说话,你想要教他怎么和你沟通解决问题,他不说话,你和他表露情绪,甚至崩溃大哭,只想让他关心你一下,他还是不说话,他的所有行为只给你传递出一种信号,他无所谓,他不在乎你,你要搞清楚包容和理解的含义,并不是我全盘接受全是自己的问题,而是我知道我们发生了矛盾,但我现在也很愤怒,我没有办法, 我没有办法和你好好沟通,所以麻烦你给我一点时间冷静,等我情绪平复了以后,我们再来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,这才是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尊重,这才是想要解决问题的人应该有的表现,而那些一发生问题就直接消失,遇到矛盾就直接选择逃避的人,你们的关系只会越来越糟糕,所以好多人喜欢抱怨另一半无理取闹,但大部分时候,这都是被对方冷暴力给逼出来的,对方心平气和地提出自己的需求,他会觉得是小事,无所谓, 等到略带了一些情绪,就觉得莫名其妙,小题大做,心理学把这个行为称为诱导伴侣,他在无意识地诱导你越来越暴躁,实际情况是,他一开始就没有满足到你的需求,所以你才会有这么多的情绪,很显然,遇到事情就回避,他并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,而是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,所以在用一种看似很理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, 如果你的伴侣也是综数以上行为,也许是回避行依恋,也许就是明知不可为,而为之的表现,也许是累了单纯想好好爱自己,只要你敢关注,我就让你的感情幸福,长久不衰,